下面我们来详细的介绍字体的绘制 那么首先我们从font这个属性开始 那么在之前的例子里 大家已经使用了font这个属性 在使用的时候 我们给它粗略的附上了一个值 那么具体的font这个属性 如果我们不给它附值的话 它的默认值是20个像素 并且这个字体是sense serif这样一个字体 那么这样一个默认值也告诉我们 如果我们要设置font值的话 至少要设置两个属性 那么分别是字号的大小以及字体的值 但是更多的实质上这个font属性 我们可以给它设置五个值 它们分别是fontstyle fontvariant fontweight fontsize 和fontfamily 事实上这样的一个设置和css中 对font这个属性的设置是一致的 那么下面我们就分别讲解一下这些属性的值 首先我们来看fontstyle的值 在默认的情况下 fontstyle的值是normal 也就是一个正常的字体 没有任何的变化 那么它的取值还可以取另外两个值 分别是italic和oblique 那么对于这两个值的不同呢 实际上在外部设计上呢 基本上显示不出来 但是在字体设计方面呢 它们两个是截然不同的 italic是指的是斜体字 通常一套字体会为它的斜体设计一个专门的字形 而oblique是倾斜字体 那么倾斜字体通常是简单的将这个字体的角度进行一个倾斜就好了 那么如果这套字体没有设计专门的italic斜体字的效果 那么选择italic就是没有用的 此时如果想显示出倾斜的效果 就需要使用oblique这样一个状态 不过通常我们在网页设计中 字体的选择相对会比较简单 那么在大多数情况下 我们使用italic和oblique 大家看到的效果是一样的 都是一个斜体的状态 下面我们看一下具体的代码 在这个例子中 我们使用三种不同的fontstyle的属性 来看它们不同的效果 那么首先我们比较的基础是不使用任何的fontstyle 也就是使用normal的属性 在这里我们省略掉了对fontstyle的复制 只附上了bold40个像素 以及sense serif这样一个字体 这里使用粗体是为了让大家看得清楚 那么下面两行分别使用了italic和oblique这样的一个fontstyle 大家可以看看此时程序运行的效果 大家可以看到下面两行就是斜体字 由于在外部设计中默认的字体 通常不牵扯非常复杂的斜体字和倾斜字体的区别 所以大家看到的情况基本上是一致的 但是以后如果大家使用自己导入的字体 那么这个字体可能在italic和oblique上会有所区别 届时大家要清楚这两种不同的属性所对应的含义是什么 我们要介绍的第二个font的取值就是fontvariant 那么依然它的默认值是normal 是没有任何的变化 它还可以取一个值 这个值叫做small caps 这个small caps的值只有在大家使用英文的小写字母的时候才能看出来区别 它以一种小型的大写字母的形式来显示所有的小写字母 下面我们看一下具体的代码 在这个代码中大家可以看到 依然是我们参照的对象不使用任何特殊的fontvariant 那么在第二行中我给这个font值里头附上了一个small caps的值 大家可以看看此时这个程序运行的效果 可以看到在第二行的时候converse中原来的小写字母全都变成了大写字母 但是这个大写字母比真正我们写成的大写字母 比如这个c要小一号 这就是small caps的效果 如果大家愿意也可以写一个完全是大写的converse 和这个使用small caps的converse做一个比较 来看看小型的大写字母和普通的大写字母 它们之间的区别 我们下面要探讨的是fontvariant这个属性 这个属性来描述文字的粗细 那么它有四个曲质 分别是lighter,normal,bold和bolder 默认的质是normal 那么通常我们还会使用bold把一个文字变成粗体 事实上最新的W3C的标准也定义了lighter和bolder 这么两个文字的属性值 那么lighter是更细的一个属性 而bolder是更粗的一个属性 但是现在大多数的浏览器还并没有支持这两个属性值 所以我们在使用lighter的时候 大家看到的效果通常和normal是一致的 在使用bolder的时候看到的效果和bold是一致的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代码我绘制了四行文字 分别使用了四种不同的fontvariant的曲质 大家可以看看此时程序运行的效果 可以看到对于这四行值来说 前两行基本是一致的 是lighter和normal的效果 而后两行是bold和bolder的效果 是一个加粗的效果 与此同时 fontvariant还可以使用100 200 300 一直到900这样九个不同的等级 那么依然是w3c将这个标准定准了出来 但是呢通常的浏览器并没有把字体的粗细分成九个不同的等级 大部分情况下还是两个不同的等级 分别是normal和bold 那么在这个分级标准下 normal通常是指400 也就是四级这个粗细的字 而bold呢通常是指700 也就是七级这个粗细的字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在自己的浏览器下试一下从100到900 这样不同的粗细枝所显示出的效果 对于现在大多数浏览器来说还是只有400和700这样两种效果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fontsize这个属性 那么这个属性就是字号 相信大家都非常的熟悉 对于字号的设置 如果使用这样的单位设置方法 无论是px还是em 或者使用一个百分比进行字号的设置 相信大家在web开发中都已经使用的很多了 在这里就不再赘述了 那么值得一提的是 fontsize还可以使用这样几种文字的属性值来对字号进行设置 但是我个人在使用的时候很少使用这些文字的属性值 因为并不直观 在我看来不能用程序非常有效的控制字号的大小 但是有兴趣的同学不妨了解一下 那么在这个例子中 我使用不同的这种字号的文字属性值来设置字号的大小 大家可以看看这个程序运行的效果 六种不同的字号就是这样的一个效果 最后我们需要讨论的就是fontfamily 也就是字体这个选项 相信对于这个选项大家都非常熟悉了 和css是一致的 具体到在页面设计或者在大家的作品设计中使用什么样的字体 那么是一个很高深的学问了 也是在设计学中的一个问题 我们在这个课程里呢就不做详细的探讨 这里呢只是提醒大家注意几点 首先和css一样 在converse设置这个font中 fontfamily这一项也可以使用多个字体 字体之间使用逗号分隔 这样当浏览器找不到当前的字体的话 就会自动去寻找下一个字体是否可以使用 如果所有的字体都不可使用的话 那么浏览器就会使用自己的默认的字体 第二点就是在css3中新增了atfontface 这样一个方式可以向浏览器中注入新的字体 那么在converse的这个font中也可以使用atfontface 所注入的字体 对于这方面的内容 大家可以找一找木克网上css3的介绍 第三点在web领域还是存在web安全字体这个概念的 也就是说使用这些字体 基本上可以保证大部分的浏览器都支持 虽然css3在尝试支持诸如atfontface这样的方式来扩展字体的使用 但是在现阶段呢 还是建议大家尽量的使用web安全字体 以保证所有的用户的体验是一致的 那么具体web安全字体有哪些 大家也可以在互联网上搜索来学习 在这一小节里我们详细的介绍了context.font这样一个属性 它可能复制的情况 那么事实上我们这一小节所学习的所有的内容 也同样适用于在css的font属性下进行复制 相信有了这一小节的知识 大家就可以更加灵活自如的在web上来展示自己的文字了